他跟我的家人非常合得来 尤其是我爸爸 我怕我的父母被他抢掉 帅帅 大家好 我是六月 今天是一个非常赶的一天 因为我们又有喜事公布了 让我们欢迎佳琪 大家好 我是月灵不佳琪 因为今天的喜事来得有点突然 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 所以他现在是在剪头发 我才有时间开这个视频 跟大家来聊一下 也是他的生日 所以我才决定在今天 宣布这个好消息给大家 我好奇 我刚刚听到你已经直接改口 不是男朋友 不是未婚夫 是老公 已经注册结婚了吗 注册会在我的生日 青年年底 因为是我发选的日子 我是订婚了 只是因为我觉得说 这个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现在叫老公也不奇怪 因为你是刚才才刚刚发布的 然后你发布到现在 你有收到什么样的 feedback了吗 大多数都是真的真心祝福我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之前的一些情况 其实蛮担心我的 至今有一个那么好的消息 而且算是三喜临门吧 三喜 老公生日 然后我怀孕 然后就订婚 就一起做到晚 这样子很顺便啦 存下很多钱来 改次庆祝那个生日也是一样的 我爸爸选那个ROM的日子 只是说是在我的生日 所以他说 下一次我们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就是一起了 我们可以连圣诞节都一起庆祝掉 我会讲话 对 这样你少收了至少三个礼物 我不要说啦 随便啦 我觉得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我觉得你真的很勇敢 因为有的时候你受过伤了之后 你要再重新踏出那一步 去接受另外一段感情的时候 是我觉得很可怕的 因为我曾经也是有很消极过 我曾经也是很depress过 可是我觉得一切都是跟着时间的嘛 然后我这个人本身就很跟时间走 我身边的人 我的家人啊 我的朋友啊 他们都很担心也很关心我 所以我就觉得说 大家都那么关心的话 你知道我不能辜负他们啦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 那么喜欢难过的人 对 因为对身体不好 然后 对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们也曾经相信过 你们曾经消极过 就是先把自己的内心世界 给整理好 然后自然而然的 你一定会有那个机会 跟那个缘分 遇到对的人 我就像我一样了 他算是圈内 可是是幕后的 哦 OK 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认识的 通贵的朋友介绍 主力介绍的 就是他介绍的咯 你是看上了你先生哪一点 其实他说是他先看上我 看上我的勇敢 他这个人很稳重很成熟 然后就是给我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安全感 然后另外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 他跟我的家人非常合得来 尤其是我爸爸 而且你过了我爸爸那一关 我觉得就差不多什么都OK了 我的老公他很花心思在我的父母身上 而且是很自然的 他也不是说故意去要讨论他们 他们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他们关系好到让你觉得 你这些女儿都会想要吃醋的 有啊 就是天天早上都会一起去吃早餐 然后而且是有时候我睡不起来嘛 然后他讲 这样我就跟你父亲去了 不要管你了 我就OK 之前我比较努力的跟他们一起去吃早餐 我怕我的父母被他强调 现在有宝贝了 然后宝贝多大了 大概六个月了 那很大了 很多人跟我讲说 在我身上是看不出是六个月了 他们说生女儿有好处 就是妈妈会比较漂亮 但我不知道了 所以确定是女儿了 对确定是女儿了 你老公又想要就是是女儿还是儿子吗 我觉得我老公跟我爸爸都蛮想要儿子的 他有讲说如果这个是女儿的话 那我们下一个就生儿子了 我就想下一个 这样快要想下一个什么东西 到底有生到第一个 stress 你们有打算想要生几个吗 他说越多越好 可是我觉得说我觉得两个就够了 是他求婚吗 你post的一个照片 那天本来我的schedule就是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化妆师 他说他想要做一个 like wedding的makeup trial 然后我就问我老公 is it common for like makeup artist to do like a trial 他讲对啊会啊很common啊 到了时候我是直接哭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会是那一天 对 所以对我来说是个surprise 就是全部都在我的家人 连我的狗都在场 我都吓到我就讲说什么东西 你plan了多久 他讲大概plan了两个星期多的 哦 那连他的电话的密码都换掉 因为他通常他的密码都是给我知道的 我就问他你在偷偷摸摸的 跟谁发简讯这样子 他也每天牛市 没事一直打电话打电话 我就ok原来是这个也 你们想好要在哪里办婚礼了吗 应该会先是去挑日子先吧 可能要去看一下什么日子比较好 其实连baby的名字我们还在想 所以婚礼这个感觉还蛮有一段时间 所以可能不是百而低 因为接下来就是会当妈妈 然后当人家的太太 那你工作上呢 演戏一直对我来说都是热忱来的 可是我觉得因为现在养胎比较重要 所以会把薪资全部都放在养胎上 然后等宝宝出事了之后 我觉得我很想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去忙工作的事情 所以可能会当一阵子的家庭主妇 然后等宝宝比较稳定了之后 然后有工作进来的话才会想去接工作 可是奶奶是去那些online的那些social media的 我当然还是会接啦 因为我要存钱买买奶粉买尿铺 赚奶粉钱奶粉钱很难赚 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 就是想要跟大家说 谢谢大家一直来对我的关心跟支持 然后我一直都有放在心里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看到还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可以为我开心 可以带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现在很很appreciate 天下的妈妈真的是很伟大 所以我对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样 可以天天开心 不要想太多 然后就是积极地活下去这样子 好谢谢谢谢 谢谢家庭你们的家庆祝生日愉快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like and subscribe 转发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视频不漏看 拜